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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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我想美股短期来,大家都是看着盈利表现 暂时来说,看到就相当乐观了 刚才8%标普500指数公司公布业绩 其实有88%都是比预期好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来一两个礼拜呢 因为预期太好 跌不到预期的时候,就会制造少少回调的借口 一定会的,因为市场始终的街上看得太好 否则估值也不会那么强 但是刚刚你也说,例如Delta为例 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甚至连抗疫的政策 究竟英国那套活动,还是凌峰那套活动 大家都未有个答案,所以大家都要估计 继续观察,如果配合下来 究竟有什么办法去捉 大家要继续留意下来着一些业绩公布的公司 是否如何 如果我们分开一些行业去看 对,经常上半年最喜欢说就是新经济 旧经济 或者一些价值股和增长股 如果上半年,帕琳 由去年3月债股灾之后 其实升幅最厉害 其实都是一批价值型的股份 对吧 到年底你突然看到增长股 其实也都跌下去 其实是一度跑输很多的 我看到譬如有一些资料显示 譬如一些相关行业的升幅 都是炒经济重启 又或者炒一些价值类型的传统股份 你觉得这个趋势 足够未呢 会有很多都一倍多的回报 如果你说足够未呢 我想投资者要连同刚才说 调整的时候呢 可能反过来就要留意一些增长股 其实市场很明显的 市场炒了这么久 经济的复苏反弹 推到估值这么高的时候 甚至乎和商品相关的行业 你这幅图都看到了 建筑用品表现都很厉害 就是它未必是直接的商品 但是都是相关 但是市场上说 这个行业论断说了九个月了 很明显在美股里发生了 但是你说去到下半年的时间 特别是当调整的时间 其实市场上是会再一次 再看一些增长股 就是第一 哪些增长股呢 可以在经济复苏之后呢 它继续找到一个新方法 找生意 就是以往上年呢 就是那些增长股呢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就是我迫着要用 那我原来不是 一定可以不用 就是我不是一定要 我不是一定要市场会议 因为真人 但是问题是不是的 那市场会议公司 它不会坐在那等死的嘛 它都会改变 那它就会有新那套模式 那那些的增长股呢 可能就是机会 所以我们两边 两手要准备 当然刚才说 最好选价值股 还有一个机会的 嗯 但是可能就要很仔细 选哪些行业更落后 但是就不要完全放弃增长股 那有些什么心碎呢 如果价值股 是更落后 兼且来 经济重继之后 还有持续性的话 其实如果你说真的更落后呢 特别就是和 无论是一些 旅游啊 酒店业那些呢 都仍是一些叫做 很近的了 是 但是 但是 其实你都见到 例如 欧美地区呢 其实很努力 就是它对于有疫苗的状况 不如我再开放旅行 这些 其实当然 现在没有发生的 但是你会见到市场 开始会见到越来越急 那来这些行业的好处就是 它现在始终都是 又见不到那个经济的增长 然后去到 它有机会参与到 经济增长的时候 那这一部分的时候 以往的间谓 就算那些人 怎样预炒的都好 那它都很难 维持得很久 那如果投资者仔细选 都还有机会呢 那里 如果直接一点 行不行 就是经济重启 那百业资母 银行板块都应该不会差 吧 但是 另一边的那些 价值又不是很行 就是价值 价值增长了 我又害怕 就是这个板块 你们现在是怎么看的 其实你说 U-Curve Flatten 当然是有影响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看上半年 当我特别是第一季的时候 U-Curve走斜的时候 其实你都见到 美国金融业的股票市场很好 特别是相关的股票 那是一样 那现在的线 又走平一点 之前曾经走得很便宜 Lay 3、4都要減4 但是问题是 未来的日子 如果经济增长 真的会上回来的时候 没有那么担心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么说 它会不会最近的金融股调整呢 其实有些机会呢 你都见到 这个是一个可以留意 但是除非你说 不是啊 我看经济增长没有了 那就另一个话题 但是如果你说 不是啊 其实都是要捱过这些关的时候 它经济增长会有 会利好的长息 而最关键 你根本都见不到央行会加息 短期落 那这样东西的知识线走斜 金融业还是有机会 2 3 2 2 3 3 3 4 4